这虎枪营啊 是仪仗部队 也属于是皇上身边的特种部队 干嘛是的呀 专门刺虎猎虎 这皇上打牢火呀 可不能这个侍卫和皇上一起万箭齐发 把这虎穿死罢了 为了得到一张完整的虎皮啊 这侍卫们把虎逼到这个山崖角处 再用这个长矛啊 从这个心窝把虎刺死 当然了 对付这个大型猎物啊 比如这个狼啊 熊啊 豹啊 一样 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啊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眼看这五一长假 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 据说是四号上班是吧 我想啊 这会儿有好朋友啊 已经从这个景点 陆陆续续的该回家了 哎 这有去自国烧烤的没有啊 当然了 我呀 祝您高兴而去 是满意而归 不过 是不是感觉和家门口的烧烤 区别也不大呀 当然了 现代人们要的是 生活情绪 这个路上所带来的快乐呀 和资博烧烤啊 给您带来的这个氛围 家门口的烧烤店 肯定是满足不了您 得嘞 自到您玩的高兴啊 我觉得 哎 我就跟着高兴 那么咱们几句闲言勾开 书归正传 咱们接着聊 乾隆皇帝的爱孙 绵恩 这绵恩呢 说是次长孙 哎 也就是乾隆皇帝的二孙子 实际上呢 没比那个大孙子 也就是那个长孙免德呀 他小几天 哎 还真得按天算 因为这两位二个呀 都是乾隆十二年出生 这个免德呢 是七二初六 这绵恩呢 是八月十四 您算去吧 也就是一个来月的事 有的时候啊 这顶头大的孙子呀 就会遇到一些尴尬的事 哎 就比如说吧 哎 有这么一年 哪年呀 乾隆四十三年 这乾隆皇帝的一高兴啊 就领着他的十公主 这十公主啊 就是后来的孤伦和孝公主 也就是啊 咱们讲过的那个和珅的儿媳妇 这爷儿俩呀 没事啊 就想穿门子去了 于是啊 就出了西花门 办了这个绵恩的定郡王府 哎 这个绵恩府远吗 这定王府啊 说起来是真不远 在哪啊 在西四南大街 刚马市以东 班赏胡同以南 全府占地面积啊 最高峰的时候 得有四十亩 哎 有这个房屋啊 大概四百余间 这东边啊 得到这个九三学舍了 哎 西墙好找 您现在从西单奔礼 沙国居 那儿就是原来定王府的西墙 还用到门口去敲门去吗 当然不用了 早早早早的 就有太监 跑到这个郡王府啊 通知了这个定郡王绵恩 这绵恩呢 就在门口跪着 等着接驾了 自然是不敢怠慢的 这史料上啊 写的呢 还是真清楚 高宗邪使女 姓定郡王府 这定郡王绵恩 跪营 哎 这王爷啊 广跪着营接可不算 还得呀 嘴里嘟弄着 臣绵恩 接下来 持往皇上述罪 绵恩 扣营皇祖 拾姑母 可您知道吗 这会儿这姑母多大呀 这会儿这姑母啊 满打满算 虚岁啊 四岁 那么这会儿呢 绵恩多大呀 绵恩这会儿啊 三十已然出头了 可是啊 还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萝卜不大呀 人家在背上长着呢 哎 并且啊 还是亲姑母 这绵恩这个府邸啊 还有故事呢 哎 不过呢 咱们得等到啊 绵恩这班结束的时候 我再跟您戏掰扯掰扯 先给您下个要引子吧 这座府啊 那他太奇了怪了呢 闹义鹅团那会儿啊 这儿啊 埋骨宝藏 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以后啊 这法国人在这儿啊 还爆炸过炸弹 等到啊 这大秦国混不下去了 朴仪小皇帝退位以后啊 这儿啊 还闹过鬼 哎 这是后话 今天呀 咱们还得记住咱们这个话茬聊 那么说 这绵恩为什么离这个皇上家住的这么近呢 哎 那是自然了 因为这绵恩这一辈子 就没离开过给皇上家护卫 咱们呀 现在好了歹了的 捋一捋呀 这绵恩一辈子都给皇上家当过什么差 咱们上文书已经交代过了 这绵恩二个呀 只凭三件就换来了 这皇帝呀 欣赏的皇的挂子 不光如此啊 他还由此得到了这个乾隆皇帝一生的钟爱 但凭这一点呢 别的二个呀 只能干眼瞪着看着 哎 您是羡慕不来的 有本事 您也去三件定把心去呀 所以说这绵恩呢 是拿本事换来的一生的荣华富贵 他这一辈子做的官啊 基本上就是统领禁卫军 和这个京城的治安 乾隆三十四年 哎 那年啊 功力算啊 应该是一七六九年 九个的时候啊 就受左翼乾封营的统领 十一月管理火枪营事务 这乾封营啊 是皇帝的护军 火枪营呢 是这护军当中的特种部队 广是在乾隆一朝啊 他就担任过都统 布军统领 阅兵大臣 宗人府左右宗正 管理过向导处 锐剑营 虎枪营 圆明园八旗 内务府三旗 两亿宗学 外加着清天间的算学师傅 这里边啊 有不好懂的呀 我稍微的给您解释解释 这布军统领啊 咱们可能啊 听着耳声 不过这布军统领 还有一个小名 您肯定耳熟能详 那是什么呀 就是九门提督 布军统领 衙门的提督九门 京八旗 所有的布甲 都归他统领 是专门负责京城治安 您可能啊 不太理解这里边的细节 我也可以简单的跟您交代交代 北京城啊 天只要一擦黑 这街上可就没人了 我说的呀 是现在大概齐的二环一礼 过去的内城 城里再有人呢 那无非是执勤的兵丁 他们都在哪执勤呢 堆上啊 和卡子上 这俩名词啊 是清代的北京城基础的治安设施 换句话说呀 也就是说这北京城在清朝时候 只要天一黑 街上走的两条腿的 会喘气的 全是人家九门提督手底下的人 别人呢 龟再大 哎 您还别出来 在当年啊 这个贝子王公子 因为犯了业 挨了大头兵的鞭子 这事啊 一点都不新鲜 都知道啊 这北京城有九门 入业之后啊 这京城九门上 堪城门的 那都是正经的八旗兵 哎 都是马甲 他们都来自于啊 这个前锋营 或者是护军营 可是啊 嘎登彭唱 这锁一锁上 这钥匙 可得交到这个九门提督府 也就是布军统领 衙门去 明日早上起来 您要是再想开城门 哎 得叮吧叮的 上人都是糗去 说完了这个布军统领啊 咱们再说说这个 宗人府的左右宗政 好家伙子了 这回啊 那这官更大了 这宗人府啊 他不管大一百老百姓 他更不管普通籍人 他都管什么人呢 他管啊 这个宗室 和这个觉罗 各这个老百姓话讲啊 叫红黄带子 这宗室和觉罗呀 都是努尔哈赤的后代 哎 无非呢 这个黄带子呢 是努尔哈赤嫡系的后代 是儿子传下来的人 这红带子呢 就不一样了 红带子呀 是努尔哈赤 书伯子侄传下来的人 为了区别于普通百姓 普通奇人呢 这个宗室发一条黄带子 系在腰上 这个觉罗呢 发一条红带子 系在腰上 所以啊 他们小名就叫红黄带子 不过呢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都姓 爱勋九罗 哎 您别说我这口音切 因为这个溥仪自个儿啊 就说自个儿姓知识 可 您记想去吧 这宗人府管的都是什么人呢 是这北京城里头的 人上 人上人 这向导处和虎枪营 那也是这个皇上身边的近人 这向导处负责什么呀 皇上每次出巡呢 向导处都要先派人出去 在皇帝出巡的既定路线当中啊 查验民情 谈压地方 督促这个地方啊 剿灭所管辖地面的匪寇 这可真是一项啊 机密的工作 那总不能让谁都知道 这皇上去哪 走哪条道吧 这虎枪营啊 是仪仗部队 也属于是皇上身边的 特种不对 干嘛是的呀 专门刺虎猎虎 这皇上打老虎呀 可不能这个侍卫和皇上一起 万箭齐发 把这虎穿死罢了 为了得到一张完整的虎皮啊 这侍卫们把虎 逼到这个山崖角处 再用这个长毛啊 从这个心窝 把虎刺死 当然了 对付这个大型猎物啊 比如说这个狼啊 熊啊 豹啊 一样 咱们呀在讲这个八旗索伦兵的时候啊 提到过虎枪营 咱们在这儿呢 也不过多的莫分了 这两亿宗学呀 那就更厉害了 这管的呀 可就不是人上人 人上人了 那可都是啊 人精了 负责的是啊 这帮龙子龙孙的功课和学业 管你是不是未来的皇上呢 反正你这会儿啊 归他管 咱们有必要说一下啊 这个建瑞营 因为这个乾隆年啊 这建瑞营是初建 他为什么要建建瑞营呢 是因为呀 这皇上啊 要建立一支云梯部队 到大小金川那儿啊 去打这个苗人 那会儿说呀 叫苗子 其实啊 书中暗表 跟这个苗族啊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是一群藏族同胞 这乾隆皇子呀 在西山建立了这个建瑞营 最初啊 就让这个皇四孙绵恩主持工作 在现在的香山附近呢 建了很多的碉楼 因为这个碉楼啊 是大小金川这些苗子主要的防御体系 怎么攻啊 也攻不下来 这大清国呀 据说呀 在这个苗人的地盘啊 大小金川那个地方啊 花钱扯了 死人的无数 就是因为呀 这个大小金川地区 碉楼林立 攻不上去呀 于是呀 这乾隆就让棉恩在西山建立建瑞营 建立云梯兵 练习呀 如何攻上这碉楼 有了这个实地的作战经验呀 在传授给前线的将士们 怎么着 您不信呢 不信您瞧瞧这呀 现在香山脚底下呀 这香山演武厅啊 当年就是这个建瑞营的大本营 附近呢 还有很多这个碉楼存在 再有了 这个香山植物园 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植物园呢 这里边也有好几座碉楼 那都是啊 乾隆年间给这帮啊 八七将士练武用的 这乾隆皇帝 也把这一支新建的部队 等着获取经验的部队 交给孙子绵恩呢 那足以看出 对绵恩的信任 这一转眼呢 就到了嘉庆年了 这绵恩呢 在嘉庆年 担任过这个玉碟馆的副总裁 武备院卿 内大臣 玉前大臣 整皇旗 香皇旗 整白旗的 领事为内大臣 还管理过呀 这个扇浦营 玉香处 还有这个五英殿的玉书处 您看啊 到了嘉庆年 这些工作呀 好像没有乾隆年的工作 那么重要 不过呀 您要理解 这会儿的这个绵恩呢 已经很老了 可是这个人老啊 工作不能放 一直到了这个道光元年 这道光皇帝 还把这个宗人府的总宗令 一直啊 交给了绵恩 这绵恩呢 从若冠之年 也就是二十岁左右 一直到他死 他是哪年死的呀 他是道光二年的六月初一日 绵恩七十六岁 高龄空氏 这期间 一直担任着朝廷里的重要职务 说白了吧 围绕着京城治安 保卫皇帝 保卫领袖 足见啊 这绵恩个人的能力有多强 这皇家对他的信任呢 有多重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今天这绵恩的故事啊 咱们就讲到这 到了明天呀 咱们得讲一个 关于这个绵恩和妓女的小笑话 再者呀 就是这绵恩的如何舍身救主 第二次赏穿了玉刺 黄毛挂子 得嘞 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的唯一动力 咱们呀 明儿见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